国务馆的人员正在打开的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的避暑神器象牙系 如今它是烟台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此件象牙系通体光洁平整纹理细密 长210厘米宽132厘米厚度仅仅0.3厘米 它的主要材质就是象牙薄片 但具体的编织工艺早已经失传 据专家研究这一块象牙两席要用到上百头的大象 并且每一根象牙仅仅使用到十分之一的精华部分 不仅如此 它还需要二十个工匠历史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彻底完工 因为当年雍正皇帝是一位十分节俭的皇帝 他便下令禁止贵族和民间使用这种奢侈品 伴随而来的就是制作象牙粮锡手艺的诗船 可如今仅仅存世的三件象牙粮锡菇 另外两件一件在故宫博物院一件在台北博物馆 烟台收藏的这件据说当年烟台式博物馆刚成立时 老馆长下乡搜集文物得知村民孙秀英的家里藏有一件西式珍宝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当年清末明初期间正逢乱世 一名太监从宫里盗出这件粮锡最终卖给了孙秀英的祖上 于是多年来雍正皇帝的这件象牙粮锡作为孙秀英家的传家宝一样流传 随后老馆长伙同村长多次给孙秀英做思想工作 让他无偿上交国家替他保管 最终孙秀英无奈妥协主动上交 后来老馆长拿回博物馆后经过曾经筛选 将这件粮锡评为了烟台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文物局也相应地给予了孙秀英700元和一面紧急的奖励